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周朝的遗毒居然祸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无法翻身 开始之前 请新朋友按上订阅 老朋友 你按下赞 这样老师以后推出新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接着来谈谈看 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周朝 居然让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无法真正的强大起来 好 在近代历史中 又被我们的列强一直不断的压制 其实这个有很长的因应 好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谈谈为什么 台湾的有句俗语 叫做罗头被里面 意思就是你今天生出来什么命 你就是什么命的 半点不由人 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呢 其实这个说法可以说对 也可以说不对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类这个生物很特别 每个人都有很奇妙 他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天赋 这个天赋呢 就是会你会对特别的某一项事物 特别专精 学的特别好 领悟的特别快 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 无论你是什么人都一样 你只有没有被发掘的常才 而不会有毫无技能的人出现 但是这样的人类 在中华民族 在周朝开始就被完成限制住了 为什么呢 有听过老师中美贸易战第二集川普与周王的那一篇 老师就有说过 中华民族整个的发展都是被周朝陷害的 然后一直被打压了四千年 你没有办法摆脱他 直到近代 你才有一个机会慢慢解开 怎么说呢 在商朝以前国家的王啊 就是部落首领啊 或是你是一个地区的王 你在佣人的时候 主要的都是以专才专任为主 而且教育资源也没有这么封闭 当然大部分的教育还是贵族在受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在于祭祀 就是你要拜拜拜天地拜祖先 那这些方法必须记录下来 然后再传承下去 不然的话你上一代会拜你下一代就不会拜了 那对他们的理智是不对的 那在商朝开始呢 就已经有学校的一个建设基础了 所以是说 因为农民他要跟做 那贵族他是有特权 所以说贵族所的资源 教育资源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什么上皇五帝的记录来看 出任你部落官员的不一定是贵族啊 你接替王位的也不一定是写亲 不一定是直系写亲 用贤为财 政治制度 大部分都是以代义制度的共和统治为主 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及早的起源 那但是在周朝开始就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的周五王激发 他本身是靠革命起家的 所以是说他特别怕革命分子怎么样 像他一样去再兴起一次革命 然后呢 像自己去迫害那个商纣王一样 地心一样 这样子就很不好了 想说怎么办 怎么样让以后的反革命分子不要出现 怎么想呢 就想一想好吧 那就不要让未来产生跟我一样的人就好 怎么不要跟他产生一样的人呢 因为他是外部的诸侯王 所以说周五王 他那个期待的封建制度 是一个真正的封建制度了 怎么说? 过去的封建制度 部落的王或是贵族顶多你日子过得比较滋润 但是你不用跟铁 你可能不用狩猎 但是你要去当官 没门 你要看你的实力 哦 才有可能去当官 但周五王不一样 你今天当了皇帝的 你要分封天下了 大封我们的功臣了 主要是要什么为主呢 不是你的战功 也不是你的能力 那先看你姓什么 你是姓姬的吗 你是氏姓吗 姓姓吗 或者说你是我们相关的种族吗 中族下来的人吗 不是 不是你旁边等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自己人先封 那除了有些例外的 比如说像姜子牙 他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没有姜子牙就没有周五王 也没有周文王 所以说姜子牙 他就是特别特立的 你封在外地 那其他不是他们宗族的 也有封地的 就包含什么 姚舜宇 姚舜帝 顺帝跟宇帝 他们的子孙 圣王五帝的子孙 神龙士的子孙 福西士的子孙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部落的规模 你今天建立天下的时候 如果你不封他 他不爽 他也可以组织反叛势力 来革命你 所以说像这些地方的首领也被封了官 那他的将领呢 大部分就没有封官了 因为你不信我 你不是我家的人 你不是我这个家族的人 你就没封到 譬如村上谁 像这个后来的春秋战国的楚国 楚霸王 他们的祖先专序 就其实就是周五王的火官 什么是火官呢 火官就是专门管天火跟地火的 什么是天火跟地火 天火就是就是天文 他必须要替周五王去看这个天象 指点你部队要怎么行进 因为过去你没有罗盘嘛 那指南车也不见得是怎么样去用 也没那么普及 所以是说他必须要透过天文 看星星的位置 来决定我们行进的路线 那也要看天文 来决定说这个天后的好坏 你要不要发起进攻或防守 当然还有地火 地火就包含了你的部队里面的用火 跟能源的管辖 也是火官来管制的 那代表说这个官员是很重要的 可是这么重要的官员 到周五王大风天下的时候 就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很专业没有错 但是你不是大家族的人 你不大家族的人 所以我不用给你什么样的脸色看了 那你就打完了 你收工吧 反正你也没部署 你没钱拆 就叫你滚了 跟着周五王打遍天下了 然后时间到了 什么都不疯你 你回家吧 所以说后来的楚国 他是靠什么 靠自己去凝结他自己的百姓 后来才成为一方之霸 当然降起来的楚霸王 他对于周朝的周王朝的感受 其实就很不好 他非常不爽 周王朝好不好 那其他话 来我们再看看 周朝的官位啊 就是因为他是以亲戚为主 所以是说他的官位 有很多东西 居然也是世袭的 官位是世袭的啊 如果你爸是主任秘书 你就主任秘书 你爸是监察委员 你就是监察委员 那社会的管理也非常的严谨 扣什么呢 你这些贵族啊 跟一般百姓用的法不一样 你贵族用的是礼法 然后用礼去规范你 用礼哦 只用礼 然后礼仪就规范你 你的行为跟你事情的准则 那百姓呢 就是用法法律 然后法律来规范你 所以说当时出现一句话叫什么呢 礼不下素人 行不煞代夫 意思就是什么呢 贵族你无论犯什么错 你都用去礼去规范你 好让你去反省 那你叫化 可叫化 那如果你是百姓呢 抱歉 你不用叫化了 你就是一定是要受刑罚 所以说从这里开始 中华民族就被严格的阶级次而定义了 后面几千年了 无论是汉朝 唐朝 宋朝 元朝 这些都是强盛的国家 但是无论谁当了皇帝 然后贵族就来当官了 哦 然后的百姓呢 你也不用念书 你教会耕田就好 哦 就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了明朝 我们的侯武皇帝朱元璋 他进行了中华民族第一次的改革开放 这个状况才稍稍有的改善 但是后来又被他自己的分封诸网 又给打坏了 这段故事很多了 如果有兴趣知道 朱元璋故事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老师看 后面也要再开个坑 那长期以来 由周朝开始的严格的封建制度 让中华民族开始怎么样 失去了 你思考能力 因为你思考也没用 上面位置都霸着的 你只能去从事 你上面交代你的事情 那过去的封建王朝 已经随着清朝的负面已经消失了 但是所有封建思想就消失了吗? 新一轮的封建制度 却在我们新一个时代的人出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像我们的中华民族亚洲所施予的教育 他还是属于同才教育 就像以前你要念考状元 考什么的 你都必须是也全部都得会四十五经 你都得会不管你什么 你就算念四十五经就对了 你不要精通这个 无论是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或台湾 你想去学 你想要学的专业知识 比如说 你想学电汉的专精 建筑的专精 历史的专精 或是你的医学当个优秀的专精 或是你想你很会设计空间 很会设计这些美学 你想当一个艺术家 艺术专精 你的必须都要经过什么 你的通门科目都要很会包含什么 历史 地理 数学 英文 这些基本科目 而这些基本科目对你后面的专精的学习 有很多都是用不到的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养成一个很棒的法官 法官很重要 他是一个司法的守门人 他是一个国家的正义的化身 他来负责怎么样 审理你的案情是否冤枉 量刑是否得宜 这样子的人 他除了法学素养要好之外 法学很了解之外 你必须还有很深厚的历史的涵养 以及非常丰富的国学的道德 你才能够做好很好的量刑的基准 你才能够伸张的正义 你要道德感 判断是非 但是你要当法官之前 你得进入法学院了 你要进入法学院之前 你要念法律之前 你数学必须要很棒啊 你必须要什么呀 你考得到一定的积分啊 你数学的方程式啊 三角函数啊 维积分啊 你要一定的水准 你才有办法通过这考试 进入了法学院 而你这样培养出来的专精 已经摔了很多的天生长才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他专心这个 他并不擅长数学 可是你必须要求他数学很好 你才去学这些 这实在是很奇怪 所以在近代历史上呢 当欧美王朝比我们更早 中华民族更早失去封建的统治之后 他们的智力就发展的比较快了 就开始变成什么 实物主义什么东西呢 你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有本事 我不管你是不是牛津 是不是什么样的剑桥出生的 你只要做得出来 你做得好 那你就发财 你就成功立业的可能 这样的思想成就什么 成就达文西 成就贝多芬 成就他们后来的 比如说莱特兄弟之类等等的人 因为你的思想可以无限的时候 那你的成就就可以产生的无限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却不是这样 你必须要什么都会 然后去得到一个好工作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 这个社会要求我们遵循的封建制度 而讽刺的事情 这个封建制度是让一般人可以生活很轻松 可以怎么讲 因为你可以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都不要去思考太深 你生下人家负责长大 然后给你一个很好的观念 就是什么呢 你要找一个收入好的工作 喜不喜欢的工作不重要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也不重要 重要是他的薪水福利要好 而这个教育制度 其实为了就是创造一群可以不断的为了领导阶级工作的工艺 然后中期一生不断为了收入二字去工作 收入成为衡量专才的指标 思考反而成为了什么?不切实际的动作 而很奇怪 就是当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领导人以及顶尖人士 包含什么? 我们中华民国的经营之神王永庆 现在的首富郭台铭 还有我们日常用的Google创办人 用脸书 脸书创办人 电脑用的比尔盖茨的微软 他们其实也都不是这些制度下所产生的成品 他们是靠了自己的理想跟抱负 而且穷尽一生的想办法去努力的达到他 而他们成功了 所以说很多人去看破了这世界的潜规则 然后用尽全力去追逐他自己的梦想跟理想的时候 很多人生就开始不一样了 而看破这个规矩的人 你后来都一定会成功吗? 一定都会人生顺遂吗? 当然也不是 比如说创业 创业路上那个尸骨遍野啊 是不是? 所以说重要是什么? 重要是当你人生自觉之后 你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你要懂得选择 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选择的对 那你就功成名就 当你选择的不适合 那你可以预见就是功败垂成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好 老师今天不够时间跟各位讲这个选择 下一集老师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么选择可以成为你人生胜利的关键 请新朋友务必按订阅 老朋友务必按赞 下方的老师推荐视频的列表 欢迎各位新朋友来看看 老朋友来回顾一下 如果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 请在推荐视频列表最下方 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欢迎你跟老师联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